那我们第十五章 这个应该是我们 大概介绍方法的最后一章 那因为第十六章 等于是把前面所有的方法 把它做总结 所以我们学完这个的话 就是你所有sequential这边 要学的东西就都讲完了 那这个部分 我们要讲什么东西 我先跳到下一页 我们前面提到过 你给一个 你要做一个sequential设计的设计 那通常我们就先看一下 你的规格是什么 那我们就根据你的规格 我们可以建出你的StateTable和StateGraph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十四章 讲到的这个Buffet 那刚刚我们在 我们在讲第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有提到说 你在画这个StateGraph的时候 那有时候我们要去对说 你这个每次产生的这个新的State 就是都可以跟你的这个 旧有的State可以重叠 那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这个StateGraph 可能都长得不太一样 那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虽然每个人画出来的StateGraph 可能都长得不一样 那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把 你不管是谁画的StateGraph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化检测 得到一个最佳解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张 要来跟各位介绍 怎么样子把它做化检 得到一个最佳解 那这里的话我们会 用到一个观念 也就是其实我们在第十四章 稍微已经有跟各位提到过 也就是我们 两个State 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 它会是一个Equivance 是一个相等的一个State 那如果这两个State是一样的话 那等于就是这两个State 我们事实上只要留一个 或是留 如果你有N个的话 你只要把其他的N-1全部都砍掉 只剩下一个就可以 这样子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化检完之后 那你就得到你最终的StateTable 和StateGraph 比较精简化 那后面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去 用我们第十二章讲到的这个 去推它的FIFA的Increation Increation的这个 那所以这整个的流程就这样 你得到了StateGraph 得到StateTable之后 我们先把它做化检 先把它做化检 那化检完之后 化检完之后 那这个就是你最终的StateTable 那你要得到你最后的这个 这个FIFA的这个Increation之前 我们还要再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每个State 要给它一个StateAssignment 要给它一个字 那在我们前面第十四章的时候 第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讲的这个StateAssignment 我们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们根本就没有特别去处理 也就直接照这个顺序给下 就给它0001 1011直接给下来 那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给的这个方式 让你的这个后面做出来的这个电路 可以变得更小一点 那这边是我们第二个部分 要来跟各位讲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十五章 要讲的两个部分的最主要内容 一个是State化检 一个是StateAssignment StateAssignment的部分 那我们回到这个 这边要讲的这个 Content的这个部分 所以首先我们会来先 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来介绍 怎么做这个RedundantState的 那这个我们会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个做法 那这边就会带到 所谓的EquipmentState这个概念 那这个有一个比较更正式一点的这个做法 叫做Implication Table 那只是Implication Table 做起来稍微比较啰嗦一点 比较啰嗦一点 所以前面这个是用在一些比较特例的状况 后面这个的话就是任意的StateGraph都可以使用 那你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也可以把它扩展一点 应用在整个Circuit整个电路上面 不是只有Equivalent的State 可以得到Equivalent的Sequential Circuit 好那这边 也会顺便带到一个 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各位提到 就是你的StateTable 其实有些状况它不是 都有值的 会产生这种Don't Care的状况 这边也是会有 那有这种StateTable的时候 那这个会怎么办 对我们的化解会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部分的影响 其实跟我们在前面讲 那个组合逻辑的时候的影响是很类似 那我们就再把我们前面 组合逻辑那边所学到的这个概念 其实再把它拿过来用到这边就可以 好所以这边我们会来讲这个部分 遇到Don't Care的State的时候 那你的StateTable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化解的这个方式 所以这个 后面我们就会来讲这个StateAssignment的部分 这个部分 那StateAssignment的这个部分我们这边 它基本上没有最佳解 这个东西没有最佳解 那只是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做法 但是它并不是最佳解 并不是最佳解 那这个是这边要跟各位介绍的部分 那好有没有问题 那首先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第一个化解的这个方法 叫做RawMation RawMation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就用我们前面 讲过的这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要侦测这个0101和1001的这个detection 我们讲过这个例子 就是你每四个输入它就会reset 每四个输入就会reset 然后去检查有没有得到你这样子要侦测的这个sequence 而有的话这个输出就会变成是e 所以变成是e 那我们前面在做的时候 那如果你做得很小心很谨慎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像这样子一个很漂亮的这个state grab 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那如果 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厉害 可以得到这样子的话 那你画出来的state是不是 都也不见得会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边就来跟各位讲 即使你不用像我们前面这样小心翼翼的去推 那照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化解的方法来做的话 那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种最佳节的这个stay grave出来 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怎么做 好 那 好 那我们重新画一下我们的这个stay grave 好 stay grave 那这个时候我们完全不要考虑你的stay要不要合并 要不要化解 那我们就直接把他所有的状况 直接把他全部都把展开来 好 对吧 展开来 好 变成这样 好 这边是这样 好 那那这个部分好 其实就是把我们要做的这个sequence的detection 因为我们这是每四个他会侦测一次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从你的这个reset state A0 A开始 然后你只会一开始你会收到 一个值 收到一个值 那这个值要嘛就是0要嘛就是1 所以你就会产生两个stay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stay 他就会一升二二升四 这个 又会收到两个值 就会产生四个stay 产生四个stay 然后这四个stay呢 你在01把它展开呢 他就会产生出 八个stay 会产生八个stay 然后这八个stay你再把它展开来哈 理论上你应该会得到 呃 这边会有16个组合哈 16种组合在这里 16种组合在这里 那那但是呃我们 那他这边的最后的这个stay呢 我们就不用再做了哈 因为我们每四个stay 每四个输入他就会回到 你的一开始会reset 所以所以我们最后这边就让他直接拉回去就可以 所以最后这边我们没有就没有stay 那这样做法呃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完全没有考虑 你的这些stay之间要不要合并 我们就等于是完全把它展开了 完全把它展开了也好 所有的0101组合全部把它展开了 全部把它展开了 那这里面呃会出现 我们输出为1的这个状况哈 输出为1的状况 呃只有几个只有两个哈 一个是0101哈 然后一个是1001哈 那0101在哪里哈 呃这里是01哈 0 1哈 所以是这个这个这个到这里哈 这是0101的状况 然后另外一个是1001哈 所以这里是1 0 0 1 所以另外一个 呃会为1的状况在这里 这里输出为1 那其他的输出状况都是0 都是0 所以 所以这个是呃 这个叫做暴力解哈 是暴力解哈 我们就等于把所有的状况 我们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全部把它列出来 好 全部把它列出来 好 那 那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你这样子把所有的状况都列出来哈 我们怎么样子这个东西可以化剪成 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种 很简单的这个State 那这个做法怎么做 好 那我们就 列出他的这个 这个StateTable 列出他的StateTable 那这边的这个StateTable 我们 呃稍微 照这个顺序把它给列出来 也就是呃 一开始你这边是ResetState 然后收到第一个输入有01 然后第二个 输入变成有两种组合 然后第三个 输入就会有 呃 三种组合 你把照这个顺序把它列下来 好 先把它列下来好 然后 把它的这个呃 目前的State 然后NetState 还有它的 对应的输出好都把它列出来 这样 这样的顺序列好 这样等一下化剪的时候 比较好做 比较好做 好 那 好所以这样子先列完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怎么做这个 化剪啊 好 那 那基本上好 化剪可以怎么做 那主要是我们利用到 所谓的EquivalentState这个概念 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过 两个State 两个State 他什么时候是呃相等 相等 也就是 他的NetState是一样 然后输出是一样 输出是一样 好 那那我们怎么做呢 好我们怎么做呢 好我们先从那个呃 最后面 三个输入的这边开始 三个输入的这边开始 我们先看第一个 先看第一个 你看第一个哈 第一个我们 呃去比对哈 呃他的NetState是 AA哈 这边AA 然后输出是00 输出00 好那我们就看 呃跟他一样的这几个的这个部分 前面的这个部分是不一样 我们就不用看 不一样 好 那你看到这边是AA 然后输出是00 输出00 那我们在比对的时候 比对他EquivalentState的时候 我们通常来讲哈 我们会先比一下那个 输出是不是一样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先比对输出是不是一样 好那在这里面呢 输出会跟这个H是一样的 会有几个 这边 I这个是00 然后K这个也是00 然后NNP这几个都是00 好所以我们就先针对这几个 输出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比对他的 呃 NestState的部分是不是一样好 好那NestState部分 呃是AA哈 好那这里也是AA好这也是AA好 好所以 那这几个 IKNNP 他的NestState跟输出都是一样 那代表说他跟 H这个State就是Equivalent 就等效 好那也就是说 这边IKNNP 全部都是H的分身 好 就都是他的分身 那都是分身的话 我们就只要留一个 就我们就把剩下的 就全部都给 他给 给去掉 那去掉之后 那 那我们呃 在其他的这些部分 会出现这个 呃 IKNNP的 我们就一样 把先把它换成这个H 换掉 这样 那我们先下课 那刚呃 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 呃 ROMA群的这个 化解 ROMA群化解 那基本上我们主要比对 比对两件事情 就是你的 NestState是不是一样 输出是不是一样 输出一样 那一般做我们通常先比对输出 啦 先比输出好 那因为输出比较简单 所以 所以先比输出好 输出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再来比对 这个NestState的部分 是不是一样 好 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H的这个部分 他跟这个IKNNP这几个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因为他的NestState和输出都是一样 所以 所以这个IKNNP 我们就都可以换成H 好那这边一旦换了之后 我们上面的这些 呃 产生IKNNP的这几个 啊 我们就一并把它给换掉 就一并把它换掉 好 然后 那我们第一个这个做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J的这个部分 那J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一样用同样的做法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输出是01 01 那我们看有没有跟他是一样 这个L也是01 剩下的唯一一个这个L也是01 那我们再比对一下NestState 那NestState这边是AA 那L这边呢也是AA 那很明显这个J和L呢 也是一个EquivalentState EquivalentState 所以J和L也是一样 所以 所以一样我们也可以把 呃上面的这个L的这个部分呢 也把它换成是 J 把它换掉 换成J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呃 是三个输入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就处理完了 那我们再来看 两个输入的这个部分 两个输入的部分 好 那两个输入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这个 呃 做法哈 一样 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做法一样 好 那我们做的时候一样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 先看这个 第一这个State 第一个State 第一个State 它NestState是HH 然后输出是00 那我们对比一下 哎 其他的这个 呃 几个输出呢 都是00 输出都是一样 那输出都是一样 那 那我们就只能 同样再来比一下这个 呃 NestState的这个部分 好 那D这边是HH 那么有没有跟他一样是HH的呢 那我们对了一下 发现这个G的这个部分 呃 NestState也是一样是HH 所以这个D和G呢 这两个State D和G这两个State 应该是 就会是一样 就会是一样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G给去掉 把G给去掉 然后上面的这个 呃 这边会用到的这个 G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它换成是D 把它换掉 我们就绝集掉了第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E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是JH 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输出都已经看过 都是一样 我们就不用再比 我们就直接比 NestState的这个部分 这边是JH 然后我们再看剩下的这个F 那F这边也是JH 也是JH 所以很明显 这个呃 E和F呢 应该也是一样 也是EquivalentState 好 我们在写这个所谓的Equivalent的时候 我们要画成这个三条线 三条线 三条线代表Equivalent 你不能写不能写两条线 两条线这个是等于 Equivalent跟等于是不不一样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写的时候稍微呃 各位注意一下 要画成三条线 好所以呃E等于F 所以我们把F把它给去掉 然后上面的这个 会用到F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换成是E 换掉 好那这样子我们呃 两个的这个部分呢 就都解决掉 也都解决掉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 剩下的这个呃部分 那剩下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B的这个部分 输出的部分都是一样 那我们看 Nestate的部分 这边是D1 这边是ED 看起来好像就不一样 所以就没得画减 没得画减 好所以呃 做到这边 我们整个的画减就 结束了 好就结束了 那你可以发现 哎这样做法怎么样 其实也 也蛮简单的好 也蛮简单的好 就就一路把它画减掉 就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Romation的这个做法 所以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 这个最后画减完的这个StateTable 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你把这个StateTable呢 把它的StateGraph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 哎其实就跟我们前面的那个 做的很精致的那个做法 做起来的 事实上长得一模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好所以就是说 哎即使你不考虑一些 呃 很特别在画StateGraph的时候 很特别的去去把它做合并好 那你最后还是可以用这种 呃 Romation的方法 其实还是会得到相同的这个 这个相同结果 好所以呃 这个是呃 我们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个部分 好 好 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Romation的方法 这个是Romation的方法 那 好所以 什么叫做两个State是Equivalence 那这边呃 正式的定义是这样 写的有点漏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东西讲什么 呃你有两个这个Sequential circuit N1 N2 好 不管它是一样或不一样的这个State 然后这个输入是X 输入是X 那我们可以说在N1的这个 它的StateP 会等于N2的这个 呃 StateQ 两个如果是Equivalence 我们这边画三条线代表Equivalence 的状况是什么时候会成立呢 也就是 呃 对你所有的这个Sequence Sequence 你未进去的时候你会得到相同的输出 会得到相同的输出的话 那它就会是 亏了 就会是亏了 那但是呃 这样子的条件哈 你要去比对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不太实际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得要为非常 呃 任意强度的这个输入然后去检查 这个这个实际上这是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呃 我们通常会用一个比较呃 呃更简化一点的这个定义来做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 只要它的输出一样 NateState一样 输出一样和NateState一样 输出一样 NateState一样 那我们就说这两个State是 呃 Equivalence Equivalence的这个状况 这样 所以这个是StateEquivalence的这个呃 正式的这个定义 好 那 好有没有问题 那这边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一个 呃 StateTable里面有没有这个Equivalence的State 会不会有Equivalence的State 那我们怎么检查 怎么检查 那 那怎么检查 我们当然回到我们的StateEquivalence的定义 那两个State 什么时候叫做是相等的 相等的 它要满足两个 条件 一个是它的 NextState要一样 好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 输出要一样 输出要一样 好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 哎基本上我们的先检查 输出的部分 因为检查输出比较简单 因为NextState的部分通常是比较难 所以我们先检查一下输出的这个 呃部分 好 先检查输出的部分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呢 好我们这边有S0123好这四个好 这里面好输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有有哪一些好 有哪一些好 那呃 你大概可以看到好输出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有 这一个 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所以它对应到的就是我们的S0和S2 这两个 S0和S2 所以所以 呃其他的S1和S3 S1和S3 S1和S3 因为他的输出都 就跟其他就长得不一样 所以你也不用去检查他的NextState 会不会是一样 所以他就一定不会一样 就一定不会 我们就不用检查S1和S3 好我们只要检查S0和S2 先 先比对一下输出的部分 所以 好所以 呃这两个输出一样 所以他的 有可能这两个会一样 那 假设他的NextState也是一样的话 就 就是 好那 那我们就来比对一下 那S0和S2会不会一样呢 好我们就要接下来就要比对NextState 因为他的输出是一样 好那我们 NextState的这个部分 你要他是一样 就是你相同的输入状况底下他要一样 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要比呃 这边有S3跟S3 这两个就是一样 然后这边是S2和S0 那S2和S0就是我们现在自己的这个S0和S2 所以这个也不用看 因为这个等于是 呃 同样指导你同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不用这个就不用理 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是S1和S1 好所以 对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呃 呃 呃剩下完全没办法决定的就是最后这一个 S0和S1这一个 最后这一个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 好所以呃 其他三个条件 我们都看过了哈 呃基本上 呃 这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比对最后这一个 S0和S1 那S0和S1会不会一样呢 会不会一样 所以呃 呃如果我们正式写起来就是会写成这样 你的S0和S2 它或 如果会是equival的话 它要满足 这 也就是这几个哈 每一个都要是相等 每一个都要相等 好写起来就涨成这样 那这里面呃 前面三个这个就不用特别讲 因为这个这个就都是一样 所以唯一剩下的就是这个S0和S1 那S0和S1会不会一样呢 各位一看就知道 S0和S1怎么样 这两个是不可能一样 为什么不可能一样 因为它的输出是不一样 S1的输出是这样 S0的输出是这样 这两个是输出不一样 输出不一样 那个呃 state就不会一样 所以这个条件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永远归满的 所以代表这个S0和S2不会一样 所以这 在这个state 在这个state table里面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equival state 对 所以这个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检查的出来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个操作其实蛮简单的 没有没有什么 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度 各位大概自己做过一次之后 就会很容易就做完了 好但是前面的那个 Rule Matching的方法 它基本上 呃 比较适合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例子就是 像我们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 你四个输入它会reset 就是那种 呃 几个输入之后它就会重新开始的那种 就是它的检测的sequence 都是比较固定 会有reset的这种状况 它大概才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状况的话 它其实是不太能用 Rule Matching是不太能用 那那有没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方法 可以来找到最好的这个step 那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Empication Table的这个方式 那 Empication Table的方式这个做起来 这个 这个方法其实应该是为了电脑设计的 所以那个就是很规则的这个操作下去 那当然这个人来操作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主要是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化简应该是怎么做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用Empication Table的方式 来做State的化简 这些化简 首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State Table 就是你的目前的State 你的NextState 然后你的输出的部分 输出的部分 好那我们就要先来画这个Empication Table Empication Table怎么画 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画法 基本上就是你的两两两两做比对 我们要两两两两做比对 你要两两两做比对的时候 那理论上你做出来应该是一个正方形 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因为 你两两做比对的时候 你等于上下半部这个是对称的 对称的 所以我们只要画 下半部的部分就可以 上半部的部分我们就不要 就留一半就好 所以我们就先 做的时候 我们S的 我们S的 我们S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先取 呃 假设你这边有N个的话 我们就取上面的N-1个 所以我们这边有ABCDEFGH 那你就取到G的这个部分 就是画到 下半部的这个部分 这边G的这个部分 然后 Y轴的这个部分呢 就跟上面的稍微差一个 变成是取到BCDEFGH 这样 取到这里 那 呃 你不需要两个是重叠 因为 你AE 你如果重叠的话 你就会变成是A对AB对B 这没有什么意义 那个没有意义 我们就把它剔掉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是先这样子来做 好 那你就先画出像这样子的一个 呃 这个 格子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Empication Table 好 可以这样对出来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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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面的每一个方格 哈 这里面的每一个方格 就是 代表 你的一个 两个State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这边的这个A A 这个哈 这个 这边是B 然后这边是A 我们 你可以有两个方向都可以看 那 呃 我们建议的方向就是你从 从这个Colon的这个方向来看 也就是这边对上去 所以这边就是A跟B去 去比对 就是A这个State 会不会等于B这个State 这样子 好 那 那我们再做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来比对说他这个呃 是不是会一样 两个State会不会一样 那我们讲过 你要比对两个State会不会一样的时候 我们当然一定要先比对什么 先比对他的 这个输出的这个部分 先比对这个输出的部分 会不会一样 好 那那我们整个呃做起来哈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出的部分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0的部分 一个是1的这个部分 那1的部分就是这些呃 C C E F H 这几个是1的这个部分 1的部分 好所以 所以这个呃 输出不一样的部分就不会一样 我们就可以先把输出不一样的部分 先把它给 呃 踢掉 先把它踢掉 好所以画起来会这样 所以针对A而言 A而言 那A的输出是0 所以跟他会不一样的 就是这些输出为1的 就是C E F H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呃 我们就先针对这个 我们呃 看着这个Colent的这个方向 看着Colent的方向 看着Colent的方向 好你就先把这个呃 C E F H 好这几个输出为1的部分 我们就先把它打差 打差的部分就是因为它的 呃 输出不一样 所以它一定不会相等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给 给 呃 打差掉 打差掉 然后 呃 同样的剩下的这个 几个输出为0的部分 比如说 B D G B D G 这几个 也是 呃 输出为0 那我们就 一样 我们 针对输出为1的这几个 我们也可以打差 所以这边B 呃 D 还有 G的这个部分 G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刚看到的这个C的这个部分 全部就把它延伸过来 延伸过来 先把它延伸到这边来 因为这几个都是输出为0的 所以你针对1的部分 我就都可以先把它延伸 1的部分先把它画掉 好 那 那1的画掉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反过来 反过来做 就是针对 输出为1的这个部分 那它对 输出为0的部分 它就是不会相等 不会相等 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C的这个部分 那C的部分 跟它会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往下看 跟它会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输出为0的 就是这边 对过来这里是D和G 这两个 C就是D和G这两个会不一样 所以 对应的D 还有G 这两个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然后 那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顺便延伸到 后面两个输出为1的这个 呃 这个状况 也就是EFH这几个 把它延伸过去 延伸过来 所以这样我们就先把这个 呃 输出不一样的部分 先把它给踢掉 先把它踢掉 一次 这样子一次就可以解决掉好多 没有问题 那这边在画的时候 呃 因为一次会画很多 有时候画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不要那个 画错 但是它事实上是有个规则性 有个规则性 那 基本上我们会建议就是 以他人的这个方向 一个个去对 这样会比较好 那 好 所以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输出不一样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 再写出他对应的这个 每一个的这个 呃 配尔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要填 所以我们回到上一个 好 我们就开始剩下的这个部分 剩下的空的这个格子的这个部分 就是呃 输出是一样 输出一样 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 决定这两个State会不一样 我们就是看他的NextState 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 这边这里是A对到B 也就是我们要这边看到的这两个 A B这两个 我们就是要看这两个 好那那A B这两个 他如果要一样的话 也就是你的D跟F要一样 C跟H要一样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这边就是D F C H 这样子来写 那我们再举另外 呃 再多举一个这个例子 给各位看 那接下来是下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是A跟D A跟D 我们对起来的话 呃 这边是D对到A D对到A D对到A 然后另外一个这里是C对到E C对到E 那你就一个个把它给写出来 一个把它写出来 把它全部把它给填满 可以填满 那就会得到像 我们这边讲义上面看到的这个 呃 部分 讲义看到部分 就会这边把它填 填出来这样子 嗯 那这个 这个就是呃 我们把对应的这个State 先把它给写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呃 我们前置作业还没做完 接下来我们要先把一些 呃 redundant的先把它给剔除掉 也就是所谓的 self-implied的这个pair self-implied pair 什么叫做self-implied pair呢 那 呃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好 例子中也就是 你会看到说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边有AD 那AD呢 这里又是AD 我们本来就是要比对 我们本来就要比对什么 我们这个格子 我们这个就是要比对 A跟D是不是一样 那结果你的条件里面又有一个AD 所以这两个 两件事情是 那个AD那个条件就是多余的 这个叫做self-implied pair AD这个就是self-implied pair 像这像这种的条件我们就 就先把它剔掉 因为这个 就不用去去看 那在这我们这里面 会有好几个地方都有 像呃 这边 会有虚一的这个 呃部分也是 虚一的部分也是 虚一的部分也是 就把它给剔掉 先把它剔掉 那 那这样子整个踢完之后 踢完之后 呃 我们 的前置作业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 正式进入比对的阶段 正式进入比对阶段 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还蛮蛮规则的一个做法 其实没有没有什么 也没什么困难度在里面 没什么困难度在里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比对 开始比对 那比对我怎么做 比对怎么做 那 基本上这是一个iteration的这个做法 所以 所以首先我们先从 呃 最上面的这个好一个开始去做 好那我们先看 最上面这个就是AB这个 要比对 我们讲AB这个如果要一样的话 也就是你的D和F要一样 C和H要一样 D和F和C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DF在哪里 DF在哪里 D在这边 DF在这里 这边是DF 这个是DF 好那我们看了 对一下 发现DF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XX 代表什么 DF是永远都不会一样 因为他的这个输出是不一样 所以 那既然DF不会一样的话 那这个就不会一样 我就直接把它划掉 所以这个就解决掉了 解决掉了 那解决掉一个之后 我们再往下来做 往下再做这个 好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只要看 因为AD这个是本来就是自己的 然后就不用看 刚刚我们就把它划掉 我们就看C1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看一下C在哪里 C在这边 那E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C1 好那你看到C1 他要一样他还要有其他的条件 他要去比对什么AC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 发现这个没办法决定 没办法决定 我们就先跳过这个 所以 所以这个就先跳过 这个就先跳过 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那这个的话 他要一样的话 就是BD要一样 好那我们看一下BD B在这里 B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这个条件也没办法决定 好我们先跳过这个 那我们再来看CH的部分 好那C B 那有点混乱 C在这边 然后H在这里 这个也没办法决定 好所以 都没办法决定 我们就这个也都跳过 所以 没办法决定的你就跳过 所以这边A的部分 我们就决定掉 那刚刚我们 唯一可以被你打插的 就只有这个 好所以 在接下来我们就看 处理B的这个部分 B这边就是这个 好那这边就是AF 好那我们看一下AF是怎么样 A在这里 F在这里 所以AF是这个 这里有个XX 所以这个就不用 所以这个做法其实就这样 你就一个一个个检查下来 一个检查下来 就 就可以 好 所以 所以这个发现不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插 所以 这样 这样子一路做下来 就会发现这几个 可以被打插的 就是我们讲义上面有标出来的事情 好那刚在第一次我们做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有一些 因为还没决定的 所以他会先跳过 先跳过 那你可以做的就先做过一遍 好那这样子这个是第一轮 第一轮 那那接下来你就 这边是第一轮的结果 那刚我们第一轮的结果 有些是 还没决定 所以他没办法 没办法确定的 所以我会先留下 所以接下来 我们可以根据你第一轮做的结果 再检查一次 所以接下来我们做第二轮 做第二轮 那做第二轮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可以 重新回过来看这个 这个是C1 那我们看一下C1在哪 C1在这里 C1在这里 这个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还是跳过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这个 那这个也是刚刚我们跳过的 那我们这边 这个是BD 我们看一下BD在这边 D在这里 这个BD这也是打叉 好所以刚刚我们跳过的 这个BD这一个 那现在这边被打叉了 所以在第二轮的时候 这边也可以被打叉 好被打叉 这样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 这边就处理完 这个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没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呃 剩下的这个 这个AD 刚好跟这个是一样 这个 这个也没办法决定 这个也跳过 再看这个 这个是C1 C1 那 C1是没办法决定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 DG的这个部分 D在这边 你看 G在哪里 G在这里 这边是打叉的 所以 DG是打叉的 DG是打叉的 好所以这个 这个也没有 然后 我们再往下看 最后剩下的是 最后这个 这个 A G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A在这边 好 G在哪里 G在这里 刚刚被打叉掉了 所以这个也没有 好所以 呃我们第二轮做下来 第二轮做下来就是变成 像这样 然后最后 我们就只剩下 呃 这两个 这两个的这个 状况 好 好 那 剩下这两个状况 那我们发现这两个状况是怎么样 这两个状况 那这两个状况很明显 也就是 我们看到我们要比对 A D的时候 他要看 C E是不是相等 然后我们要比对 C E的时候他要看 A D是不是相等 所以 所以这两个事实上 他就会是一个 equivalent step 也就是A跟D会一样 C跟E会一样 这两个一样的时候 这两个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 呃我们就可以推出 他的A D跟C E是 equivalent step 那你知道这两个是equivalent step 之后我们就 带回到我们的state table 就把这个 呃D的部分换成A D的部分换成A D的部分把它换成A D的部分把它换成A 然后 E的部分把它换成C E的部分把它换成C 然后把这个D E的部分 把它换成C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 呃 最精简的一个state table 这样 那这样子的呃做法 呃 呃你可以用在mormachine或minimachine 都是一样 就呃没有差别都都可以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大概做几次iteration之后 你会发现还剩下的完全没办法画解的那个就是equivalent的state 这个就是equivalent state 那这种做法就可以用在 所有的state graph都可以做 这个 那只是操作起来 如果你的那个state数量很多的时候 那个表格画起来就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啰嗦一点 稍微有点啰嗦一点 所以 所以呃如果呃 你的state很多的话 有时候你可以先用这个mormachine的方法 先稍微 化解到比较简单一点之后 再再用这个呃方法来做 那这两个可以这样一个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部分 这个 这个呃 其实没有很难啊 大概各位稍微呃 呃 自己做过 那个 作业操作过几次 应该就会比较熟悉他的这个 做法的这个部分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 呃我们前面讲的是equivalent state 那我们可以把 呃这样子的概念 吹广成 equivalent的这个sequential circuit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我们的所谓的equivalent的sequential circuit是怎么样 就是说 如果你两个sequential circuit它是equivalent 就是N1会 equivalent to N2 这两个会equivalent的话 那基本上 基本上哈 也就是你每一个 呃 在N1的每一个state 好 P好 那会在 N2里面会找到一个state Q两个会是 一样 然后在N2里面 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state 这两个会是 呃 一样 这个状况 好 那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 在 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state 好 有两个state 那这两个 是不是一个equivalent的sequential circuit 是不是两个是 是不是一个 那他对应的 呃 equivalent的state在哪里 好 这个怎么做 好 那这个做法基本上 呃 一样用我们前面的implication table的方式 把他套用过来 把他套用过来 这两个 我们先写出他对应的state table 好 把我们前面的这两个 这两个 呃 ABCD还有SE234 先把他写出他对应的state table出来 先把他写出来 先把他写出来 好 然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做比对 那接下来做比对 那接下来做比对的时候 好 接下来做比对的时候 一样我们画这个implication table 但是我们现在的implication table 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呃 正方形 完整正方形 好 因为 因为我们 呃 不确定他的状况会有什么样 好 所以我们就把他整 是不是会有一个对称状况 你就把所有的呃 都把他给列出来 把他列出来 这样 好 那所以呃 我们先画出这样子的implication table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的操作就跟我们 刚刚讲的操作是一样 一样 那我们刚讲的操作是什么 各位还回想一下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在 画出这个表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填这个表 我们要怎么填 怎么填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比对什么 先比对输出好 先比对输出是不是一样好 然后 再来写出他的 NestState的这个 呃 配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步骤 主要就是这两个步骤 先比先看输出是不是一样 输出不一样的我们就先打X 这个部分我们要先打X 好所以呃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呃这边 你可以看到针对A的这个 A的这个部分 A的部分 针对A的部分 A的输出是00 那S0这边是01 好所以这个A和S0 这个这边显然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 这边就可以先打X好 一个去去比对好 呃这边00 00 那他会跟他一样的只有S1和S2好 所以 呃这两个都是X好 这两个都X 然后接下来 呃BC的部分是01好那只会跟 呃跟他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看B的部分 B的部分 B的部分 我们去跟S023去对好 那只有 呃 这两个都不一样 怎样都不一样 好 然后C的部分跟B是一样 所以一样我们可以画出这个 然后D这边跟A是一样 所以他得出来的 就会变成是这样 就先把这个输出不一样的部分 我们就先整个就打X掉 先把打X掉 就会得到像我们 奖役上面的这个图 奖役上面的这个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对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对你的那个 写出你的next date的这个部分 剩下的那些部分 所以呃这边第一个这个是A对S1 A对S1 所以就是呃B跟S3 这边就是B跟S3 然后另外这边就是A跟S0 就把他写过来 把他写过去 那一个把他写出来就会得到像 像这样 会得到像这样 那那这边呃这个 这个 起到这边大概你的初步准备工作就完成 那那当然你可以再 先把那个呃我们刚刚讲的那个Sel implied 这个Pair的部分先把它剔除掉 那不过那个部分不剔除 反正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自己也会检查到 所以呃先不要不要做都可以 要不要做都可以 好那那接下来就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方法来 来来做好 所以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边是这个 B跟S2 B跟S3 B跟S3 好那我们看一下B在这里 S3在这里 好所以这边没办法决定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条件是A跟S0 那A跟S0这边是怕差 所以所以很显然这一个条件就就不满足 好所以这边就就不见 这边差点差点 所以你就照这样子的这个做法 剩一个一个把它给比对出来 比对出来就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边的这个剩下的这个结果 剩下结果 那 这个是第一轮 第一轮的这个部分 好那边呃我们会有一些 7Pi的这个配偶 比如说这样这一个这里 A跟S2的这个部分 这个我们也可以先把它给再踢掉 把踢掉 那整个踢完之后 剩下的剩下的这个部分 就会是 你会得到像这样 稍微这样 那那这个就是呃 你会发现这里 这里呃 A跟S2如果要一样的话是B跟S0 好那你可以对到这边B跟S0 这边是C跟S1跟D跟S1 然后你再去看 C跟S1的部分 C跟S2 C跟S2 这边又是对到A跟S2 又对到A跟S2 然后D跟S1 是D跟S1 这边 这边的条件又是C跟S3 还有B跟S0 所以 所以都是对到自己的对应的这些条件 所以 所以就变成一堆这个 条件之间互相循环 所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你的这个整个化简就 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剩下的这个部分就是呃 你的equivalent state 所以你的B跟S0是一样 C跟S3是一样 D跟S1是一样 A跟S2一样 好 那你会发现 这四个state ABCD 他对应到的S023 会分解式对应到这 那这两边的state都一样的话 那这两个电路就是一样 N1跟N2是一样 所以这个呃 比较细部的我们就没有再继续推哈 那这个方法跟我们前面讲的一台Cathing Table 是 做法是一样 做法也是一样 只是说你一路推推推推推到最后 没办法化紧的时候 就会得到像这样子 然后 没办法化紧的时候 你再回过头去看 每一个每一个 他一代的这个条件 又是他自己的 就会形成好像一个那个 头尾这样子 自己一个循环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 呃整个就结束掉 整个就结束掉 那这个时候剩下的这些条件就是 他的equival step 这样 好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呃来讲一下这个 in complete specify的这个State Table 也就是你的State Table里面会出现 这种Don't care的这个呃状态的时候 然后会会怎么样 好那这种状态的产生 这种状态产生 跟我们在前面讲那个 呃组合逻辑 它会产生那种Don't care的 的输出 或是Don't care的输入状态的时候 是一样 也就是你可能这边 呃有一个电路好 比如说他是 要只会产生出那个 BCD好产生出0到9 然后这边会接到下一个这个 电路B好 那因为你这边只会产生 这个0到9的这个数字 那剩下的这个 呃 10到15的数字就就 就就不会有产生好 所以对对B来讲 他就没有这样子的输入 他就会呃有 会产生一些Don't care的一些 呃状况 那那我们在前面讲那个 组合逻辑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Don't care的状况 我们可以怎么处理 我们可以怎么处理 各位回想一下 我们遇到Don't care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我们事实上就是把Don't care怎么样 可以随意你 给他任意的指哈 来帮助你做化解 帮助你做化解 那在Sequential Circuit里面 如果你的这个StateTable里面 出现这种Don't careState的时候 或是他的输出 是Don't care的时候 一样 我们就可以随意给他 我们想要的值 来帮助我们做化解 所以概念是一样 概念是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 StateTable 这样子的StateTable 那这边分别这边有出现Don't care 那我们Don't care 我们就是画一条线 或是你把它留白都可以 这代表 那 好 那如果 然后我们要来 要让他做这个 化解 让他做化解 那我们可以什么做 那这边的这个做法 当然你可以用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呃 的方法来 来做 不管是用CachingTable 或是用RawMation的方法来做 都可以 那这边我们用更简单一点的方式 我们直接用观察法的方式来做就可以 因为这个 呃没有很复杂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好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哎这边 我们首先你看到这边 这边的这个S2和S3的这个 S3的这个部分 他的输出是不一样 一个是0一个是1 所以呃这个S2和S3 这个一定是会一样 一定不会一样 那比较有可能一样的就是 你的S0和S1 S0和S1有可能会等于后面的S2或S3 因为这两个的输出都是Don't Care 都是Don't Care 那因为这两个输出都是Don't Care的话 所以我可以把这两个的输出 可以正义指定成0或1 只要跟后面一样 然后把对应的State 我们也把它变成一样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等于S2或S3 所以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怎么操作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这边是 我们今天从S0开始 好 那我们S0我们往下看 他会不会等于下面的S123 有没有可能等于 那我们先看一下 跟S1对一下 那这边输出的部分 两个都是Don't Care 但是S1的Next Data 这边一个是S2 这边是S3 那这样子 这边S3跟我现在S0这边的S1 很明显 这两个一个是S3 一个是S1 我不晓得S3 S1会不会一样 所以我们就先跳过这个选项 我们先不考虑这个 我们就直接S0跟S2 我们来对一下 看看有没有可能一样 那如果我们要让S0跟S2一样的话 S0跟S2一样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做 那 那基本上我们当然要满足 我们刚刚讲的两个条件 一个是什么 你的输出要一样 输出要一样 然后你的Next Data要一样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就一样 好 所以你现在的S2的部分输出是0 Don't care 那你要让S0等于S2的话 那很明显你的S0的输出 我们就要让他跟S2是一样 所以我们也这边给他是一个0 Don't care 就继续维持Don't care 然后我们再来看Next Data的这个部分 S2这边是S0 那我们就可以让S0这边呢 也可以变成S0 然后这边是Don't care 那我们就可以让这边变成S1 如果变成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S0和S1 就会是一模一样 所以两个会Secret 所以这个就是遇到Don't careState的时候 就 这个State就随便你随便你做 随便你做 好 那所以 所以如果你把S0和S2 分别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之后 分别做这样子的改变之后 那这个S0和S2就会 就会是一样 好 那如果S0和S2一样的话 那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2的部分就换成S0 那这边就变成S0 这里就变S0 那这里变S0的话 那看起来这个S1跟S3 就有可能是一样 因为这里是S0 这里也是S0 那我们就可以让 这边这一个变成S3 输出变成跟S3这边一样变成1 然后NextState的部分也变成S3 那这样子我的S1就会等于S3 所以这样子最后我们就画点出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利用Don't care的这个做法 就随意的你可以把它变成你想要的这个词 你就可以变成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在前面已经推导了蛮多 关于FinalState Machine相关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还没讲就是这个 State Assignment的这个部分 那你有有了State Assignment之后 那你就可以 延续我们在第12章讲的这个 去推这些Viva的这些Input Equation 等等 那这边我们也会来介绍一下 所谓的equival的State Assignment的这个部分 那在我们讲之前 我们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那我们要设计一个Sequential Circuit 那其中 当你 你把问题定义清楚之后 你画出State Graph之后 那我们就 你就可以做这个State Reduction 就是我们前面介绍 那你就得到 你的最终的这个State Table和State Graph 那在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 你得到了这个State Table State Graph之后 那 你就可以去推这些 根据你要选的Viva 你可以推它的Viva的输入的 还有输出的这些逻辑的这个部分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State Assignment的部分 我们就是随便指定 随便指定 就直接照这个顺序就给它指 直接照顺序给它指 那 那现在呢 我们要回过头来讲这个部分 这个State Assignment 对我们的设计的这个影响是什么 好这个是我们要来看 那那我们再讲到比较细节 怎么样做State Assignment之前 我们先给 先介绍一下 几个比较常用的 State Assignment的这个做法 那第一个是所谓的 用 我们前面也看过这种 Binary的State Assignment 那这种Binary的State Assignment 那基本上就最简单 所以你看到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四个State 有四个State 那四个State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用 两个 Bit 两个FIFA去兜就可以 所以 所以比如说你就随便给说 这个是给00 这个给01 这个给10 这个是给11 所以这个是 Binary的State Assignment 的这个部分 那除了Binary的这个之外 那另外一个常用的是所谓的 GreatCode GreatCode 那GreatCode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有介绍过 已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各位还不知道还会记不记得 那所谓的GreatCode的话就是 他的相邻的两个 他只会差1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你这里是000 那他下一个 下一个这边呢 就是001 那只差1 然后再下一个呢 我们就给他011 所以你的001跟011呢 就只差1个bit 只差1个bit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GreatCode的这种StateAssignment的这个 部分 那基本上GreatCode的这种StateAssignment的部分 因为他所需要的bit数跟我们Binary是 是一样 那对Binary而言的话 你假设你有AngerState的话 那你需要的bit数 我们就是取log2 然后再取这个SlimFunction 所以如果你是7个的话 那你大概就是取到3个 就可以了 那GreatCode基本上也是一样 只是他的这个 怀列顺序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这样子做 当然有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你的相邻的这个只差1个bit 只差1个bit的话 那我们画在这个ColorMap上面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会 都会被放在一起 那你就圈的时候 就会被一起圈起来 就比较容易做化解 那另外一个 是所谓的One Heart的Encoding One Heart的Encoding 那什么叫One Heart的Encoding 那比如说 那One Heart的Encoding 基本上这样 你如果有AngerState的话 那你就需要AngerBit 所以在像我们这边这个例子中 我们有4个 4个State的话 我们就需要4个bit 就需要4个bit 然后这4个bit里面 只有一个会为1 这个会为1 比如说我们S1的这个部分 就只有0001 只有这个为1 然后S2的部分是0010 只有中间这个为1 这个叫做One Heart 那所谓的One Heart的意思就是 只有一个为1 就一个为1 这个叫One Heart的Encoding 那One Heart的Encoding 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就是 在所有的State Assignment里面 One Heart的Encoding 你要去推他的 FIFA的这个 Input Equation 或者是Up Equation的时候 你只要看的State Graph 用观察法就可以写的出来 我们后面会介绍 这个是最简单 在所有的State Assignment里面是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的部分 那 那这么多的这样子的State Assignment 那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组合方式 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组合方式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的 我们前面做 在做化简的时候 比如说你给了这样子一个State Table State Table 那我们这边有S0到S6 所以共有7个State 所以我们就给他3个FIFA 那假设你的State Assignment是 长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通常 你要去得到他的 输入Equation的时候 我们就会 结合你的State Table 跟State Assignment 就会得到他的存讯讯Table 就会得到他的存讯讯Table 那存讯讯Table 你就根据这个存讯Table 那假设你用DeepFIFA的话 你就可以化简出 他的输出的 输入所需要的这些Equation 那这些值 这些化简出来 你写在Carnowif上面的 那其实都跟你这边的State的 指定的值是有关系的 指定值是有关系的 所以 那 那 那这个当然会跟你的 要用的FIFA是有关系的 那像这个 欸 我们期末考 大会考 这个 各位自己应该还是要背 我们应该大会考 不会给各位这个表 所以这个 稍微要记一下 那这么多的这个 这些State 这些State 那 那其实 可能的组合事实上蛮多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这个状况就是 你只有三个State 两个FIFA 那事实上就会 可能的这个组合 就会有到24种 24种组合 那24种组合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tate而已 那就这么多 那如果你稍微多一点的话 那你如果你要把所有的状况 都试过一遍 那这个事实上就不太 不太可行 不太可行 那在这么多的State Assignment里面 真的这么多State Assignment 那事实上有一些State的状况 它是所谓的 Equivalent的State Assignment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JKFIFA JKFIFA 如果你把JKFIFA的输入把它做交换 然后输出也把它交换 那这两个的结果 事实上 做出来会是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会一模一样 那各位回过头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JKFIFA的那个 增值表 JKFIFA的增值表 如果你把JKFIFA的增值表 把它的输入 把它JK把它交换 然后输出也交换的话 那你会发现完全是一模一样 完全不一模一样 所以它会有这样子一个特性 那不只是JKFIFA 那DFIFA也有这样子一个特性 你把这个DFIFA的这个输入 把它反向的话 那 如果你也把输出反向 那这两边得到的 事实上是完全是一模一样 那我想DFIFA这个就 更容易看得出来 更容易看出来 因为正常你的Q就是你的低的值 然后Q bar的部分 就是你的低的值的反向 那我现在这边加Inverter 那等于它对应的值 就应该会是这个反向的部分 所以各位也可以理解 所以你做State的这种 interchange 像这种交换 或者是我们取complement的话 那都有可能会 让它得到一个相同的 这个State Assignment的部分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一个 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三个State Assignment 三个State Assignment 这边A B C 这三个State Assignment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三个State Assignment 那你会发现说 A和B 我们只是把他的 bit数怎么样 两边的左右把它交换 所以也就是 你把10变成01 啊这边的01变成10 然后 那 那A跟C呢 A跟C呢 我们只是 把他的值把它反向 这边00变成11 这边01就变10 做complement 那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State Assignment 你去 去做他的这个 呃 推他的这个 Viva的Input Equation 和Output Equation的话 根据这个State Table去推好 好 那这个是用JK做出来的 那下面这个是DViva做出来 那你不管是用A这种 还是B这种 还是C这种 那你做出来的完全是一模一样 完全是一模一样 所以 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 呃State Assignment里面 那事实上 很多的组合事实上是 他会得到相同的这个 呃结果啊相同结果 所以 呃 这个 那事实上在这么多的这个 像我们看到的这种三个State 还有四个State 他有可能的这个组合 真正会比较不一样的 大概就只有这几种而已 这几种而已 那 但是你这个呃 把它推出去 推出去的话 那你稍微State数比较多的话 这个组合的数量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所以不太可能实际 实际每个都去试 实际都去试 好 所以呃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各位讲一下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方法 我们可以 呃得到这个State Assignment 这个State到底 assignment的这个值要怎么给 要怎么给 那 基本上 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做好的这个 State Assignment 什么叫好的State Assignment 好 那基本上 因为我们的这个State Assignment 他 这个呃在回顾的例子 我们有给各位看到 这个State Assignment 最后就会影响到你的Canal Map的这个 化检的这个部分 影响到你的化检 那所谓好的这个State Assignment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的Canal Map化检起来 会比较简单 那他所需要的逻辑的这个数量 会比较少 那那从这个Canal Map的角度来看 什么叫做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 哎我们在圈那个圈的时候 最好大家都可以Can在一起 可以Can在一起 那他化检起来就会比较 少 逻辑就会比较少 也就是尽量把 这个E可以比较集中一点 E可以比较集中一点 所以这个基本想法是这样 基本想法是这样 那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应该要放在一起 哪些应该要放在一起 那基本上 这边我们先讲一下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 我们这边只是提供一个 guidline 但是并不保证 这个一定会得到最佳解 并不保证 但是这个是 比较好的一点的解釐 那这个一直 适用于Dvify和JK R对T和SR是不适用 不适用 那 有几个 有几个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如果你是相同的输入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是1 相同输入是1的时候 那这两个step se和s5都会到s2 都会到s2的话 那我就要把se和s5 最好要放在隔壁 最好要放在隔壁 叫相邻的fung 相邻的fung 这是第一个 这是针对nestate的部分 nestate部分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针对nestate的 有相同的nestate 有相同nestate的时候 要放在一起 那第二个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你是从同一个state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s0 s0 那从s0 那你输入为0的时候 他会到s1 然后输入为1的时候 他会到s4 会到s4 所以 那s1和s4 在这个状况底下 最好就要放在隔壁 隔壁 那这样子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一个是 从 不同的state 但是他会到相同的nestate 然后另外一个是从 同一个state出来的2个 所以这个是 针对nestate的部分 针对nestate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化解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是针对输出的部分 输出的部分 那基本上如果是相同的输出值的话 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这几个 s0 s1 s3 s4 还有s5 他的输出值都是一样 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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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 那所以这个 01345 这几个呢 就要放在一起 再放一起 所以 所以我们有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 一个 两个是针对nestate的部分 一个是针对输出的部分 一个针对输出的部分 那各位 基本上我们就是照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来做 那各位刚听我们讲完之后 一定搞不清楚 这个到底在做什么 好我们来 来看一下一个这个例子 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State table 我们的State table 长成这样 我们先不要看assign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条件 条件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相同的这个 nestate 相同nestate 我们的这个State table 基本上 画起来就是 哎 这个是我们的目前的State 啊 这个是nestate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输出的这个部分 所以呃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相同的nestate 那nestate的部分的话 都是到S1 所以会到S1的这几个State 也就是这边0 2 4 6 这几个呢 就要放在一起 要放在一起 所以这几个我们写起来 这0246这几个呢要 呃要放在一起 那另外还没有一样的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哎这个 这两个都是到S5 绿色这两个都是到S5 那这个对应的就是S3和S5 好 所以S3和S5呢也要放在一起 要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针对0的这个部分 那一样我们可以再针对1的这一半的这个部分 来做这个分析 1的这一半有没有一样 这边 呃蓝色的这几个都是到S2 这边S2 这几个 有4个S2的这个部分 那对应的就是S0 S1 还有S3 还有S5 这几个 呃要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起来 0135这几个要起 那还有没有呢 好我们再检查一下啊 这 这边有S6 这边也有S6 所以 这对应的就是S4 还有S6 这这两个要放在一起 好这样那这样我们就检查完 关于这个NextState 有没有一样的这个部分 好一样部分 好那这个做法呃 其实蛮简单的 好就是你 我们就照着这个顺序 一路做下来 好就是照着我们的这个 StateTable的这个顺序 你先检查NextState的 嗯 根据输入把它分开了 然后另外 呃 我们还有输出的这个部分 输出的部分 其实做法也是 也是一样 输出的部分做法也是一样 也分成这个01的部分 好我们先把这个 呃State的部分 呃弄完 好那这样就 做完了NextState的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相同的 呃 目前的State 相同的目前State 也就是说从同样都从这个State出去的 好那这个 跨起来其实就 就是这些 这边会 S0出来就会有S1 S2 那S1这边 会出来有S3和S2 然后S2这边有S1 S4 我们就都把它 都把它列出来 好那 那这个在过程中 你会发现有些是重复的 比如说这个S5呢他会 呃 这个输出也会到S5 S2 跟这个S3这个是一样 好那这个重复的呢 我们就让他 呃 写个 变成乘2 这出现两次 那像这边 S6会到S1 S6 那跟前面的这个S4 这个是一样 所以 就 就写两次 那这种出现次数比较多的 呃 我们就要 优先考虑 因为 因为你会发现 这些条件弄下来 有时候会互相冲突 条件会互相冲突 所以你要 我们要给他一个优先次序来做 那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先处理 这个NextState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处理你的PresentState的部分 那PresentState这边 或是你的NextState这边 我们就优先处理那个 呃 出现次数比较高的 这个 当做是优先次序比较高 好 让 嗯 有没有问题 那最后一个还有这个 输出的这个 部分 输出的部分 那在这个例子中 呃 输出的部分 基本上看法跟我们刚刚的这个 呃 NextState的这个部分的看法是 一样 一样我们分成 0的部分和1的这个部分 但是呃 输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主要就是看1的部分 输出值为1的部分就好了 那很不 呃 在我们这个例子中 这个 X为0的时候 他的输出值就只有一个为1 那X等于1的时候 输出值也只有一个为1 他就 刚好也没有跟他人 有跟他是一模一样 我们就不用 不用特别考虑 所以在 我们这个例子中 输出的这个部分就没有什么特别要做 那这样子我们 需要考虑的State 的组合就是只有我们的 这边列出来的这两排哈 NextState的还有PrizenState的这个 呃状况 就这样 有没有问题 嗯所以呃 好这边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先 先找出他比较有可能的 比较有可能的这个 要摆在一起的组合哈 先把他列出来 把他列出来 嗯 那把他列出来之后 把他列出来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呃 把他摆放到我们的 Connomap上面 摆放到我们Connomap上面 那摆放在Connomap上面 我们怎么做 那基本上 我们Connomap有画起来 那就是你的目前的State的 输入的这个部分 会有三个哈 就是ABC 的这个部分 ABC的部分 嗯 那 那你就把他列出来 01 0010 1110 好 那那我们要怎么放 好怎么放 那首先我们先从NextState这边开始 那这边我们看到哈 0246这几个要 放在一起 好所以我们就先 就先放出 先写出这个0246这几个 所以这边就是0246 这几个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这个叫做放在一起 可以你圈的时候可以圈在一起 这样子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哈 大家你会发现说 呃每个人对什么叫做放在一起 这个定义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放的时候不见得 是会像放在哈 也许你可能会是变成 呃这样子放 这样放四个也有可能 这样 那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都 都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都符合这样的条件 好那这样放完之后 好这样放完之后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呃做其他的这个 呃开始来放其他的这个呃部分 他要放其他部分 好那再放其他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先优先考虑这个呃 出现这个比较多的这个哈 这两个 所以所有的条件你都要满足的话 彼此之间一定会有重复的好 所以我们先考虑这个出现次数比较多 那我们看到这个S2和S5应该要放在一起 然后S1和S6要放在一起 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呃 2旁边呢我们就放这个S5哈 2旁边我们就放S5 然后S6旁边呢我们就放这个S1 就放S1 放过去 那这样子呃 这几个就差不多 那我们还剩什么哈 还剩一个这个S3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S3呢 大概要跟S5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那他也可能是跟S2 放在一起 好所以那你就可能说 哎那我就把这个S3呢 就放在S5的下面 那这样就得到了我们的这个 呃 State Simon的这个 顺序的这个数值 好有没有问题 好那 那这个怎么样子变成是我们的这个 State Simon的这个 数值哈 啊 那我们这边看到我们的Canal Map 这边这里 你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代表你的S0呢 就是要给他 0,0,0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用Canal Map这个写下 这边就是0,0,1 S2就是0,0,1 所以 所以呃 你把它 我们的这个 排列的这个顺序呢 把它排在这个 上面来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对应的 数值的部分把它捞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你对应的这个 呃 State Simon 这样 有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 那各位会发现哈 这个 这个部分 呃 因为每个人对什么叫做放在一起 这个事实上定义不太一样 所以 所以这个做出来的答案 基本上各式各样的答案都有 各式各样的答案都有 各式各样的 那基本上有符合 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基本上都算是ok 所以没有什么 呃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那 那让我们看一下哈 那这个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做法 这个就是随便 随便给 随便给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这个 我们 呃 特别去打造出来 这个你只需要6个gate 11个liter 啊用这个的话 你就需要到10个gate 39个liter 所以他所需要的这个 呃 逻辑 就会变得比较 比较小 就比较小 嗯 那那你得到了这个呃 stair Simon之后 stair Simon之后 那当然你就可以去做这些 化检 那我们化检 的式子 基本上呃 都是会写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那你把这个如果把它带进来 你会 你会发现说把这个带进来 会得到像这样 那 那你会发现哎这样子 这边就可以圈在一起 这边就会圈在一起 这边就会圈在一起 那这个都是我们刚刚在 考虑的时候 如果特别这样子考虑的话 那我们在圈这个Carno Map的时候 这些都会可以被圈起来 那他的逻辑的化检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就比较简单 好那 后续的这个呃 部分就是 你就根据这一个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 Transition Table 就可以得到他的 BFAR的Input Equation的这个 部分 好那这边我们就不再细讲 因为这个是我们前面 呃 已经有跟各位讲过的这个部分 好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在所有的这个State Assignment里面 有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是这个one part的State Assignment 那one part的State Assignment 基本上呃 你的每一个State 他就有一个FIFA 就用一颗FIFA来来做 好那那这种的话 哎 他有一个好处啊 有一个好处 哎 他基本上特别适合用在这种CPUD 或APGA里面 因为CPUD和APGA里面 他的这些FIFA的这个塑料 他本来就做在那边好那 你的电路不用也是白不用 所以你就尽量的用 尽量用就不要节省 就不要节省 那主要是因为CPUD或APGA的话 他的速度可能本身 就會稍微比较慢一点 那如果你在 在用逻辑化剪掉 那他的 呃 像我们前面的做法的话 他可能所需要的这个逻辑的 的电路的COS 也会变得比较强 所以 所以通常在 呃 针对APGA的时候 我们就 不做前面的那种 我们就直接采用onehard的这种做法 那这样速度会比较 快一点 那onehard做的话 有一个好处 好处是 呃我们在推他的这个 输出的equation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 直接看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哎 对onehard而言的话 你有几个state 你就用几个fifa 有几个fifa 比如说我们这边 有4个state S023有4个state 我们就用4个fifa 4个fifa 那每一个state 他的state就很简单 就是 每一个都是只有一个唯一 只有一个唯一 那你要哪一个 哪一个要让他唯一 随便你 随便你 因为这个反正就是大家论 都是轮着 都是轮着 所以其实一点差 差都没有 这个顺序你随便调 随便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是 对onehard而言 如果你是onehardstate summon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 观察他的state 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next date 和output equation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跟这边看到这个例子 我们这边有s0123 s023 那每一个s0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 s0就是我们的Q0 s1就是我们的Q1 这个fifa 然后s2就是我们的Q2 这个fifa 那s3就是我们的Q3 这个fifa 每一个就是一个 每一个state就是一颗fifa 所以这个就直接对过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针对这个s3的话 s3的话 那我们怎么看出他的这个 next equation 那他这边会从s0这边过来 从s1过来 从s2过来 然后还有一个从自己过来 所以他会有四个输入 四个输入 我们就把这四个输入的状况 我们把它给加起来 把它哦起来就可以 所以写起来就会这样 我们的Q3 next set这个部分呢 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是 这一个 Q0这个 Q0这个 那Q0这个的话 他的输入是 s1 所以就是s1跟Q0做 end 直接end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是s1这个state 我们就再把它哦起来就可以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输入条件 是s2 所以就是s2跟 Q1这个state Q1这个state 后起来就可以 然后再来是 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是Q2 Q2 Q2 然后他对应的这个输入的部分是s3 所以就是s3跟Q2 做end 好 那最后还有一个 这边自己绕回来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是 呃我们的Q3 Q3跟输入是这边是s4 那这样就 整个next set的部分就写出来了 就把 呃会进入到这个state的所有的 这些branch 都把它给 哦起来 哦起来 然后把它对应的这个输入的这个部分 跟这边做end 输入的部分跟这边做end 就可以 好很简单啊非常简单 就直接用观察法就 就做出来 做出来 嗯 有没有 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他的呃 输出的部分其实跟 跟这个很像 跟这个很像 输出的部分 但其实你就是把 把这个 呃 直接把它给end的起来就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真 前面那个是mini machine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 more machine的这个部分 那more machine的部分一样 你 我们如果是one heart的话 你这边我们有三个state 那就是三个 呃 输出的这个 呃部分 三个输出的部分 那他的呃 对more machine而言 那你的每一个 每一个state的这一个下面这个值 就是他的输出 所以 所以这边 这里就是 z1这边就是你的Q0 然后这边z z3 这边z3就是你的Q2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边z2的部分就是你的Q1的这个部分 输出的部分就直接是他对应的这个state 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就是一个Q Q的这个部分 嗯 那那一样好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这个Q0的这个部分 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Q0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呃 进入他这里的会有几个 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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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branch呢都把它给 呃 加起来 都把它加起来 好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哎 这一 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哈 这部分等于是 你的这个Q2的这个部分 Q0的部分跟 F这边做end 所以我们得到这一项 FQ2的这个部分 然后呃 另外这边会有一个自己绕回来的这个 这个部分 那这边是 呃 F F bar R bar F bar R bar 然后跟Q0 这边这里是Q0的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 会进来的是从这边 那这个是F bar 啊 跟Q1 F bar 跟Q1 这样 那其他几个你就照这样子去推 就可以 得到他的这个呃 书 next date 的这个equation 所以呃 one heart的部分就呃 直接是这样就可以做得出来 好 好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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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呃 你在用CPLD或PGA的时候 你这两种方法你都可以试试看 好就是同时使用这种one heart 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呃 stay assignment的这个方式 好然后看看哪一种做出来的效果 比较好 哪种效果比较好 那就可以 嗯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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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的 第15章的作业就是 减半好 减半这这几题 第有 这四题这样 嗯 那我们作业应该就是抽到第 第15章好 我想给大家 ξ跌至 rounded 那第16章没有作业 比较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